那首先我想介绍一下我们通诚旅行的基本情况 那其实我们集团是成立于2004年总部在苏州 那目前我们通诚旅行集团旗下包含除了出行票务预定 以及金融保险数字科技 酒店公司管理以及我们的企业孵化等等相关行业 那其实通诚旅行也是一个集多元化产业为一体的一个综合类的 旅游公司和旅行平台 那其实我们在2019年通诚旅行正式布局腾讯生态 那其实这一块也是我们目前在国内市场一个领先的一个point 就是我们在腾讯的微信端有两个独家的流量入口 那这个流量入口呢也是目前我们获得包括一些新生代的用户群体 以及我们新增用户群体的一个流量的主要的来源 在2023年1月份其实我们大家都迎来了一个关于出境游 以及旅游零售行业的一个利好的消息 就是我们的国内旅游正式开放 中国作为一个国际游的主要的一个客源地市场 其实非常受到我们品牌方以及我们今晚目的的青睐 那所以说我们在今年1月份我们的开放政策公布之后 我们同城平台不仅仅是国内出境游的一个数据 成一个大幅度的增长 同时更具潜力的是我们关于出境游的酒店和机票订单 也是成一个非常紧喷式的一个状态的一个增长 除了我们的一个订单增长 以及会包含到我们出境跟团游的一些产品的一个咨询 以及线上的定制 那这也意味着我们其实从今年的年初开始 我们的国内留客他们更希望去出境游 然后因为疫情三年的一个压抑嘛 他们所以他们的一个欲望也需求 也是成一个紧喷式的一个增长 那与此同时为了去顺应更多出境游用户 他们的需求呢 其实同城旅行也是及时的开发了一些机家酒 以及更团游的产品 在我们平台同步发售 去应对我们出境人员的一个选购和在线咨询 其实在我们的今年的年初出境游相关的一个数据展示呢 我们东南亚目的地是比较热门的一些出境的一个目的地 那与此同时我们的港澳目的地 在我们平台的搜索热度也是成一个上涨的状态 其中主要包括我们的香港和澳门的一些相关的订单 以及用户在我们平台的一些相关数据的搜索量 其实都呈现出用户对港澳目的地的一个青睐以及热度 其次也得益于我们港澳政府给到一些机票 以及当地一些比较具有可以拉动我们内地游客出行需求的这么一些福利吧 给到我们的一些相关政策的补贴